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会发现改革变法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可以讲哪个国家变法搞得好 搞得彻底 它一定会强盛 而在战国只要你变法成功 国家强盛 你一定会打仗 战国的道理似乎用人意道德讲不通 战国的道理就是以强胜强 以战去战 战国就是实力就是硬道理 你没有实力 天天说空话绝对不行 所以当时代表着两个学派的儒家和法家 在这问题上争论的是很激烈的 你比如我们看看商鞅 看看韩非 他们对那些空谈仁义的 空谈道德的 空谈德制的 嗤之以鼻 认为你这样的国家肯定是要亡国 而他们注重的就是两个字 就是耕 就是战 那我们看战国的历史发展 大家会发现 只有发展才是战国的这个历史的主流 而在这个历史主流当中 谁发展的最快呀 大家会发现这么几个国家 我们大家如果想在战国谁最早变法 魏国的李亏 好 魏国就是第一个发难的国家 所以战国最初的战争是他打起来的 那么后来各国都变法 都改革 所以到了战国中期 也就是战国各国都卷进去了 这是我们常说的合纵连横 战争形势很复杂 是吧 这个纵横交错 那就是谁也不敢落后 谁落后 谁等着就是灭亡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秦国真是横空出世 随着三变法的成功 秦国到了战国中后期 终于让人刮目相看了 也就是秦国到了这个时候 就像在山顶上站出一个人一样 俯视大地 俯视群雄 所以大家想在这过程中 战争是何等的惨烈 所以我们一方面歌颂中国的统一 秦国的统一 秦统一中国 同时我们要抨击这种杀人营城 杀人营野的战争 因为太不道德 太不人道 不过历史我们不能够给它否定 就这样过来的 所以我们还应该做深入的分析 看看这个战国战争 能够让我们今天应该唏嘘什么 比如说在战国的时候 我们首先看到的就这种战争跟春秋以前相比 有很多不同 比如说在武器上 这个时期出现了铁制的 甚至刚制取代了过去的青铜的东西 所以它的杀伤力就更大 那么在军队编制上 这个时期已经不用车站了 春秋的时候还是用车阵 三个人站在车上 后面跟着屠兵摆好车站来打 现在骑兵步兵 那么在这个骑兵步兵打仗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他就不太选择地势了 不是平缓的开阔的地势 而是无论什么地形 他都可以打 在山里 在这个城市里都能打 再有呢 就这个时期 随着武器的杀伤力增大 军队的编制 更加多样化 所以的战争的惨烈程度 也是空前的 所以这时候一场战争啊 说杀十几万人 不新鲜 最多的几十万人被杀 比如大家知道的 公元前二百六十年的长平之战 秦国打败赵国 赵国前后损失四十五万 创造了中国古代战史的之最 那这个时期呢 由于各国争着打仗 所以兵源又成了问题 所以当时啊 这个有专门的军队 这是国家的最精锐的部分 同时呢 到了关键时刻呢 往往是全民皆兵 都上了城头了 所以这个时期啊 大家会发现 这个战国这二百六十多年呢 对社会 对老百姓 是极其 这个破坏很强的 破坏很强的时代 这个都是相关的材料 大家下面有机会 可以再具体看一下 这是当时的武器 你看 这里面的武器 这是三格同级 三格同级 就是它上面 不是一般的格 就是一个任 它等于是三格 所以这个要是碰在身上 可就不是一个窟窿 是吧 这个是很可怕的 还有这个弩机 弩机实际上是用一个 刚制的弹簧 发射这个箭簇 这个箭簇啊 这个当时说的是 百步以外 可以动胸 就是你站在百步上 是百米左右了 是吧 可以打进你的胸膛 所以这个发射率是很大的 那么战争啊 刚才我说了 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 魏国 这是在战国一开始 是他发动的 但是中间呢 就是合纵连横 合纵连横的形式 其实把两个国家吐出了 也就是西方的秦 和东方的齐 这两个国家 实际上就是在当时 超级大国 齐秦两个大国呀 中间夹着五个国家 是吧 这个 呃 央国 是吧 赵国 魏国 韩国 楚国 他们相对弱小 后期 就是秦国强盛 秦国强盛以后 就不断的向东方用兵 大家会发现 他在东方用兵的时候 他仅仅抓住不放的 反复敲打的 反复修理的 是哪国家 楚国 因为在六国当中 楚国是很大的 你看地图就会发现 楚国是 饿死的骆驼 逼马大 秦国就这么打他 他却 没有伤元气 你比如到了战国后期 秦国把楚国的国都 都给打下来了 叫一般国家 国都丢了就亡国了 对不对 你看楚国 又跑别的再见国都 还在那喘气 所以楚国是一个 这个 大国 啊 筋得住打 而且他到了 秦灭六国的时候 大家知道 从关起二百三十年 到关起二百二十一年 秦出兵打六国 别的国家 打一仗就差不多了 打谁打两仗 打谁打两次 楚国 你就 你就紧紧说 楚国你就对了 嗯 就是 楚国这国家 你看 就是这么顽强 为什么顽强 这么金打呀 就是他太大了 是吧 东方不亮 西方亮 他地盘大 是吧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 那么在这个战争的第一个阶段 啊 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 这过程 虽然很乱 但是你按我说的这个 几个阶段看来啊 大家会清楚的了解 魏国就是 李奎变法以后 国家强盛 结果 魏国 挑起了战争 魏国打谁呀 很有意思 他不敢打大的 啊 齐国他不敢打 哎 他打他两个哥们 因为三进呢 啊 韩赵卫都是过去的 平起平坐的 啊 结果 他发动两次战争 第一次桂陵之战 啊 打赵国 第二次马陵之战 打韩国 你看这魏国 多不安分 对不对 你好好待着不得了吗 这就是说 国家强了 在战国 必然发展 为什么发展 争土地 争人口 这是必然的 啊 所以啊 在这个桂陵之战 大家知道 这是中国古代 有名的战例 这个战例是 魏国打赵国 赵国向齐国求援 齐国出兵 结果当时的 齐国的领兵的 军师叫孙斌 用了一个办法 叫做 必时就须 为魏就赵 这是在古代 非常经典的一个战役 就是 魏国向赵国用兵 他的主力都跑到赵国那去了 而魏国的国都在大梁 现在河南的开封 开封就相对空虚了 齐国救赵国 按说你到赵国去啊 帮助赵国打魏国啊 可是齐国怎么样 这当时一句话 就批钢倒虚 钢就是 这个 咽喉 批钢倒虚 就抓住他咽喉 什么是咽喉啊 他的咽喉就是他的国都啊 我打你的国都 这叫攻其自救 因为他把军队向 魏国的国都役 这个方向一运作 那攻打赵国的魏国的军队 可就要回来救自己的国都啊 所以在回来的路上 在桂陵 齐国军队 与魏国军队相遇 一场大战 魏国失败 这样使赵国得以解救 魏国受到重创 所以这场战役啊 是很有名的 叫做唯魏救赵 攻其自救的一个战役 这场战役出现两个领兵的将军 领兵的这个大将 魏国是谁啊 唐娟呢 齐国就是孙斌 这二位据说都是一个老师的学生 所以孙庞斗志 是战国初期的 一段很精彩的故事 那么到了公元前 342年 魏国感觉自己 这个又缓过劲来了 于是又发动战争 这次又打韩国 韩国也向老大 齐国求救 齐国依然派孙斌为军师 然后又是 庞娟 与这个 齐国军队相遇 这一次 孙斌用了一个 诱敌深入的剪造法 这也是很经典的 就是 跟你相遇以后不交战 马上撤退 你想魏国军队建 齐国军队撤退 能不追吗 就追 结果这边 你看这个数字 这有点文学 我觉得这数字很有文学性了 你比如说 第一天累十万个造 魏军追到以后一看 哎呦满地都是造啊 那说明军队很多呀 是吧 可是没有人了 说明他们撤了 然后再追 追到第二天 一看五万个造 说明军队跑了一半 是吧 吃饭的人少了 所以这本身就有点文学味了 哪有一个造一个人吃啊 吃小火锅差不离了 是吧 那一个造要煮大锅饭 得多少人吃啊 所以这个很有文学性 结果一看 哦又跑了 再追 追到第三天 还剩两万个造 那旁拳高兴了 是吧 齐军都跑没了 那咱们啊 再追吧 结果再追 可就没有造了 是什么呀 马灵道 双方 两边是山 中间有个树 树上挂一牌子 还写了几个字 庞圈死于此树之下 这越来越文学味了 是吧 当庞圈感觉已经中了计 被包围的时候 只见两方 两方的山上 乱见其发 所以这次大战 庞圈就死于这个马灵道 应该说他老同学 到最后 也没给他留一条路 说明这个政治斗争啊 高于同学的情谊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场大战以后 魏国后来就不再争强了 而是战争进入了 这个第二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 有一个小序曲 也就是说 由于这个 齐国帮了赵国和韩国的忙 秦国呢 在西方养精蓄锐 而当时 魏国是两边忙活 都没得好 最后 只好和齐 签定了一个 双方都妥协的 一个盟约 这叫什么呀 这叫 虚州相亡 很有意思的 公元前334年 是吧 这两个国家的国王 就相互称王 你也是王 我也是王 咱不打行不行啊 其实大家知道 不可能不打 这就是一个妥协 一个过渡 起码的标志着 双方势均力敌 这个 互相 得以喘息 相互得以喘息 那么到了 徐州相互以后 战国的战争 进入了一个 很复杂的时期 也就是 既有南北向的 合纵联合 又有东西向的 连横 这种态势 那么这种联合 不是固定的 而是为我所用的 朝三暮四的 他们的关系 成这种动态 今天我可以合纵 明天我也可以连横 不管合纵 不管连横 目的 要保存自己 要发展自己 所以他目的很明确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会发现 秦 齐 是中间这些国家的 进攻的重点 而秦齐之间的矛盾 往往也是利用 合纵的关系 利用中间小国的 这个关系 来达到对方的 来达到 羞弱对方的目的 比如这个是有两次 很有名的战役 一次是丹阳之战 一次是 越义伐齐 田丹拜燕之战 丹阳之战 大家会清楚的看到 这是秦国用的一个计 破坏了 楚国 和这个 齐国的关系 大家想这个阵容 西方的秦 面对东方有两个大国 关系不错 大家说他害怕不害怕 一个是楚国 一个是齐国 这俩国家加一块 绝对比秦国厉害 所以说破坏他们的联盟 是秦国的一个目的 那么这就演绎了 当时有一个叫 纵横家的张仪的 一段精彩的活动 跑到楚国 挑拨离间 张嘴说瞎话 而楚国又是一个 楚怀王 一个昏君当政 见利妄议 贪小便宜 竟听了这个 张仪这番瞎话 其实现在这番瞎话 我们今天听起来 太小儿科了 很简单 张仪跑到楚国 告诉楚怀王 说你们能不能跟齐国不好 跟他断交 楚怀王说为什么呀 为什么 你要跟他不好 我们大王马上给你 六百里土地 还给你美女 所以啊 楚怀王啊 历经至婚呢 其实楚国地儿多大 你缺六百里土地嘛 他竟答应了 答应以后 马上派人 咱先跟齐国关系搞坏 怎么搞坏 按当时那个 这个战国的关系 很脆弱 说坏就坏 派几个人 到这个齐国跟楚国的交界 的交界线上 骂街 叫骂官呐 也没扩大气 可能派一个嗓门比较大的 扯着脖子就骂呀 把齐国骂街了 骂街 我不跟你玩了 完了 咱断交 你看 楚国这时候说 看了吗 跟他关系不好了 咱 给我们土地吧 把美女给我们带来吧 使者跟着张仪 到了秦国 到了秦国 张仪 不见面了 蒸发了 怎么呢 崴脚了 治脚去了 好张人没出来 楚国使者着急呀 等着 终于出来了 张一出来 一张嘴 这瞎话又来了 我们大王啊 给你们六里土地 看看是不是从哪儿划走 六百里那俩灵没了 楚国的使者大怒 能不怒吗 给他玩透了 回国一报告 楚国出兵 大秦国 秦国早就想打了 公元前312年 在丹阳打了一仗 丹阳在哪儿 现在湖北和河南的交界处 丹江口一带 八万贾氏阵亡 楚国重创 而这个时候 曲元已经被放逐了 曲元真是感叹的 昏君当道 小人得志 所以写了一篇国商 就是永叹这场大战 你看楚国又被打了 又被打了一次 对吧 记着以后还打 那么再一场战役 这就是一场合纵连横 皆而有之的战役 就是齐国在公元前286年 灭了宋国 宋国不是战国其雄 但是他是一个小国 在齐国的西南部 跟河南交界这个地 一灭宋国 周边这些国家都慌了神了 燕国挑头 联合韩国 赵国 魏国 楚国 多国部队 一块打齐国 大家知道 五个打一个够呛啊 齐国几乎亡国 仅剩了两个城市 一个寂寞 一个居 后来 齐国派人跑 央国 又挑拨关系 势力渐进 把这个越义 给换了 换了一个齐杰 就 央国呀 林郑换帅 齐杰游勇无谋 是吧 本来这两个城市 已经是孤城了 齐杰在城外 就想方向这两个城市的人投降 结果 怎么能够让他投降啊 他想了一个损招 他在城外把人这寂寞和居的城里的人的祖坟给刨了 刨了以后把人尸骨啊 扔到哪都是 太不道德了 结果这样一弄 这两个城市人不但不投降 反而同仇敌忐 坚决与之 决战 这时候 田丹想了一个办法 火牛阵 把牛 劈上彩断 两个脚 绑上钢刀 尾部上 捆上 蘸了油的那个草 夜里 把城门 打开 把牛 放出去 再放在一刹那 把尾部上的那个草给点着 热呀 烧得牛跑啊 牛就是 低着头就往前跑 前面就是 多国部队大营啊 结果他们是 见了 人就扎 见了 大帐篷就往里跑 结果一场大战 这个齐国 齐死回生 也就是在死亡线上 又缓过气来了 所以这场大战 打了多少年呢 打了六年 两败俱伤 齐国是接近王国 齐国可是大国呀 是吧 而这些国家 也遭到不同损失 而 坐收鱼人力 谁呀 秦国 没事偷着乐 看着他们打 所以这就为秦国后来的向东用兵啊 提供了一个清晰 啊 所以啊 到了这场大战之后 你看 形势大转 也就是秦国 开始向东方进攻了 公文贤278年 秦国 由当时的大将 白起 率领 再一次 打谁 打谁 赶紧大上说 楚 你看 又一次打楚国 这次就把楚国的国都 赢给打下来 可是楚国国都 赢都丢了 按说这国家就完了吧 可是楚国马上啊 这个 迁都与陈啊 向东 向北 撤了一些 然后在 现在的河南的淮阳 又建立了一个国度 啊 所以说 楚国啊 受到重创 啊 这个秦国得以发展 那么接下去的战争 大家看可就惨烈无比了 因为在 秦国的东方 楚国无一是 最强大的 接下去的呢 就是赵国 因为赵国 大家知道 在战国的时候 啊 赵武凌王 胡扶齐射 啊 这个 用少数民族的 那个 骑兵 少数民族的 那个 啊 这个 穿着 啊 来变成自己军队的 那种打扮 所以是 非常的简洁 啊 非常的凶猛 赵国力量很强 所以赵国又成为 接下去的 秦国打击的对象 所以这场大战 是长平之战 这场大战打了三年 啊 那么 最初 守卫在长平的 是赵国的老将 连坡 连坡用的办法就是 啊 以守为攻 啊 就是不出战 啊 就是让你 长途跋涉 啊 你的物资 啊 你的粮食 不断的消耗 我呢 就是不出战 这样秦国可就 碍不住劲了 后来他们又搞了 势力建计 这个战国 大家知道 这个有这么一个特点 就说下话成风 挑拨力建成为一种时尚 只要打不过你 我就派人啊 挑拨你的关系 所以这一次他们又跑到赵国 说 连坡为什么不敢和秦国打仗 连坡准备要投降了 你看 赵国的国王 糊里糊涂 也真信了 又把连坡换下来了 谁去的 赵阔呀 是吧 年轻 是吧 挺有胆量 但是 就是不会打仗 纸上谈兵 可能他可能是应聘 我去 是吧 赵阔 谁知道赵阔是这个底子 他妈妈 当赵阔应聘准备领兵走的时候 赵阔他妈妈走到赵王了 我告诉你 大王 将来这孩子要打仗出了事 别连坐啊 不是我的事啊 那意思我早知道不能用 你非用他 你看古代还有连坐法 是不是 可是赵阔到战场 改变了原来连坡的那个战术 城门大开 带兵冲出去了 真勇敢 可是秦国就等着决战了 而秦国这时候 派谁来指挥最后的决战呢 白起 白起当然是把军队赶紧往后撤 往后撤然后向两方迂回 就等于把这个军队给包围了 包围以后 赵阔再一看 回也回不去了 走一走不动了 都是秦国军队 包围四十六天 那就是粮食都吃光了 根本也没有水了 最后一场大战 这个赵阔要说也够勇敢 没投降 战死了 可是这些军队 多少军队 四十万 全部投降 投降以后 白起 可以说是太不人道了 绝对是灭绝人性的家伙 竟然是全部坑杀 这场战争 让赵国受到重创 而齐国 秦国怎么对待啊 远交进攻 他不跟齐国正面交锋 因为中间有别的国家挡着了 同时呢 他又派人不断的 既请客 又送礼 又收买 齐国的全臣 等于把齐国从内部给挖空了 所以到了公元前二百三十年 秦国出兵 由西向东打 所以他这一路打来 是步步取胜 催股拉朽 当然我们刚才说了 楚国不好打 打两次 先是一个理性 年轻 觉得我这个军队 有二十万就够了 结果失败了 又请出老将王俭 把楚国才灭掉 那么当五国都灭了以后 到齐国的时候 齐国已经被秦国 这个挖空了 也就是全臣 已经都是被收买 他的力量 已经不具备和秦国决战的条件了 而秦国又 向当时的齐国的国王 齐王剑 提出了一个条件 你只要不跟我们决战 将来 我们还会给你一块地方 让你继续享受王的待遇 这样 齐国不战而亡 我觉得这种结局 对老百姓 对社会是件好事 本来就不应该打 相互说说统一多好 打什么呀 是吧 你看齐国不打 如果真是我们想 齐国 清全国的兵力和人力 跟秦国 应拼 我想这场战争 将会更惨的 对吧 可能会超过长平 万幸的事 没打 这样秦 就在公元前 二百二十一年 统一了中国 秦统一中国 我们说的很简单 其实这里有许多历史之谜 你比如大家看这个 你想一想 这是我们真是 很值得研究的事 秦国后期有一个国王 叫秦昭王 在位五十六年 秦国所发动的最大的战争 到他在位期间 可是他死以后 你看后面这几个人 先是他的儿子 他刚死 他的儿子就是安国君 就是秦孝文王 三天死了 等于这俩一块下当的 前后几天嘛 是吧 然后是秦庄襄王 就是义仁 义仁是谁呀 义仁就是秦皇的父亲 三年 到公元前二百 四十六年 秦王正 也就是后来的秦日皇 当上了王位 所以这里面 有不少让我们今天感觉 要研究的地方 希望大家有兴趣 这个研究跟谁有关系呀 我说跟这两人当中的 头一个人有关系 吕不韦 吕不韦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说是穿针引线 上下活动 左右开刀 他是在这里特别的活跃 关于这个情况 有兴趣 大家可以再进一步的看资料 总之 秦统一中国 是一件大事 标志中国历史 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结束了战乱的局面 开始了统一的 专制集权的 这个封建时代 历史 进入了 全国统一的 秦汉时期 好 我们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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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